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准妈妈们 接下来这条讯息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啦 食神瘦肉精的乙型受体素 过去常被作为安胎药的成分 不过早在2013年 就曾被欧洲医药管理局指出 和乙型受体素成分的安胎药 可能造成孕妇肥水肿或心跳加速的严重副作用 目前欧盟已经全面停用 国内食药署近期也考虑跟进 将在年底召集医界开会讨论 是针对这类药品 他们是建议说不要用戴口服跟酸剂 然后把这类药品用在产科的试音证就是安胎啦 至于注射剂的话 他们是说还是可以留着用在产科相关试音证 就是说不可以用超过48个小时 目前还在等医学会得意见 那我们会把大家意见都收集完之后 最快的确定会拍开会 过去十年 国内一共收到34件 孕妇使用这类安胎药后 产生不良反应的通报 当中有14件属于严重个案 有9人使用后出现肺水肿的副作用 另外5人则是出现严重心跳加速的反应 甚至有3人一度严重到危急性命 虽然食药署有益禁用 但问题是目前国内的安胎药都适用 还有乙型受提素成分为主 另外一款有安胎作用的降血压药物 则是还没申请适应证 因此没办法用在安胎上 也就是说目前国内没有其他适当替代药品 因此到底要不要禁用 含乙型受提素成分的安胎药 还需要多研译才能确定 美胎医学会理事长郑伯仁认为 这类安胎药的风险的确偏高 现在像是长庚医院 就已经没有再使用这类安胎药 而是改为签署使用同意书 用有相同作用的降血压药来替代 郑伯仁也特别提醒 这类安胎药主要是针对早产而使用 34周后的孕妇 建议就不要再用这类药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